近日美国白宫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主任古普塔 就中方针对佩洛西篡台反制措施发表推特 称吸毒过量造成美国每年十万人失去生命 中方暂停中美禁毒合作是不可接受的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昨天表示 中方宣布包括暂停中美禁毒合作在内的八项反制措施 是对美台挑衅的坚决有利回应 完全合理恰当适度 佩洛西不顾中方的严正警告和反复交涉 执意窜访台湾 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方宣布包括暂停中美禁毒合作在内的八项反制措施 是对美台挑衅的坚决有利回应 完全合理恰当适度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方将一如既往积极参与国际和多边的禁毒合作 为全球毒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我们也真诚希望美方早日有效解决 芬太尼滥用危机 美国人民早日摆脱毒品的危害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